连日来国军搜寻失联战机的任务 第一阶段的搜寻定位已经有具体的进展 国防部长延德发22号再度前往 花莲搜救应变中心 指导1117专案的搜救任务 要求相关单位后续第二阶段 仍要发挥三军一体的观念 整合军民和政府所有的力量和方法 同时因应天后的状况 加速打捞作业时程 尽速的巡获失联的飞观和战机的机体 上车飞观蒋正至驾驶的F16战机编号6672 17号傍晚6点05分 至花莲起飞执行表定的夜航训练 起飞两分钟之后失联海局紧张紧见 已经在18号上午9点03分 一式信标讯号 国防部长延德发17号指出 军方已经发现8个讯号 但会最早的讯号来源 搜索逐步寻找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消息 与德发相当关心战机搜索的进展 20号上午在空军司令雄后级副州长 李提盛等人陪同之下 抵达空军第五连队收据应变中心 听取专案收据报告 掌握当前收据的进度 并且提出具体的工作指导 并且代表三军统帅蔡英文 未免大家投入救援的心脑以及努力 至于搜索的具体进展 英特发进一步指出 事件发生至今 国舰立即成立收据应变中心 收集各项资讯 不断整合三军民间以及科技部资源 如今已经掌握水下确定的位置 后续第二件的任务重点 将采取声纳、听音器 掌握标定的位置 取用水下摄影机等作为 确认为目标物件之后 虽然天候因素不可测 但是国舰会缩短权力 来打楼作药时程 尽数将残骸打楼取回研判 具体探究整体适应 还原事故的真相 记得请网上订阅我的频道